新冠疫情笼罩超过一年 国际重要盛事纷纷转为线上举行 那今年的美国消费电子展也同样转到了线上 各大品牌一如以往的使出了浑身解数 打响新产品的知名度吸引各方的目光 那这次的展览重点依然环绕在新科技5G的应用 自动驾驶车以及抗疫机器人和智慧医疗服务 马上带您了解一二 欢迎来到CES 2021 我是Gary Shapiro 今天我们开始打开了第一次全线CES 疫情严峻以往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首度搬到线上举办 上百场论坛各大品牌的新品发布会 全都是走虚拟路线 今年CES主题依然聚焦在5G网络 自动驾驶汽车等等 和苹果联手之后 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 这一次还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合作 推动5G数位点藏 3D线上观赏几十件艺术作品 不过最令人期待的 还是这个高速交通工具的移动连接 5G最大的缺点就是 是波长比较短 然而在未来大范围覆盖率甚至是自驾车也能无缝连接上信号 而说到自驾车啊 得看看这个啦 豪华车商马赛蒂近几年来 加入科技站为自驾车装上最新的Hyper Screen 犹如置身蝙蝠侠的座驾 微风凌凌 那这个展览除了汽车 芯片等主要商品 在今年最实际的或许是这个 除了智能手机和电视屏幕 LG还推出了防疫科技 无孔不入的病毒最大的敌人 恐怕就是这台四处游走 以UVC强光杀死病菌的机器了 虽然今年CES规模缩小 但官方表明 这场为期四天的大会 预计会吸引全球超过15万人 线上参与